7月29日上午到31日30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 临城县梁家庄村 累计降雨量突破1000毫米 意味着两天降下了 接近平常两年的雨量 是河北本轮强降雨过程中 最大的降雨点 山洪肆虐下 全村112名村民安然无恙 我们村水最大的时候 是30号的夜里 当时的水已经超过这个栏根了 那时候晚上的水挺大 在那时候和大石头溜也挺大 也不动不动地逛向 也挺害怕的 这次我们村安然无恙 这个护村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护村坝是2016年 719大水之后重修的 因为当时719的时候 把这个当时的旧护村坝 全部冲毁了 那个大水已经到了农户家的大门口了 当时非常危险 后来我们吸取教训 争取上级资金 把这个最危险的这一段 修冲上这种水泥的了 事实证明 这次洪水 对我们村的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今年的汛期之前 我们用勾机 把这个河道疏通了一遍 方便那个洪水 顺利通过我们村庄 你看这些河里的大石头当时是没有的 是这一次洪水流下来的大石头 多亏了我们这次提前做的河道疏通 洪水才能顺利通过 村庄才能安然无恙 在一户村民家中 我们看到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蓝色的卡片 上面写着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 我家的房子一下雨就容易受到泥石头的危害 美国骑士和牌子就是 骑到我们一下雨专一的路线和地点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危险的时候 从职务书记他们开的车来接我 职务书记亲自把我送到新安排地方 我们村里的群众比较配合 我们村干部一升零下 两个小时之内就全部转移完成了 这次我们村总共设置了十个安置点 让有安全隐患的群众 都到这十个安置点里边去 为了咱们充分地做好这个防御工作 这是咱们村里边准备的防御工作 这是卫星电话 一旦收集没有信号 用这个卫星电话可以给外边保持联系 这是收药保镜器 在媒介的情况下 是那个收医药它都香 学员们听见这个保镜器香以后 就要注意 当时水大了以后 我们派了应急队员和村干部 对村里的重点地方进行监视 当时这个桥和我们这个河岩 都是我们重点监视的地方 我们当时一休一休都没有河岩 我站的这个位置是为梁家庄村 东边这个位置 东边位置是这个狗角黄花沟 黄花沟里住的是十几户村民 对这个就是我在这出了专业老百姓以后 我在这里吃了值班 直接观察这水清两个晚上 整整两个晚上 这个是水大的时候 我用这个手把半石头当水 当的时候这个往下流里都少一点来 这次枪降雨过程 我们村的损失并不大 只有梁间那个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倒塌 还有三户的墙体开裂 没有人员伤亡 我们村的灾货工作正在进行 有一户的院墙倒塌了 我们正在帮它修好了 主要的就是马上需要过秋了 然后通往地地的天天道路正在抢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